在演出之前的酒会上,江苏省副省长王江表示,很高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的特殊年份,带团访问洛杉矶,推动两地经贸和人文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 近年来,昆曲牡丹亭,歌剧《见真东渡》、苏州平坦等一批具有苏州元素的文化艺术作品纷纷在洛杉矶演出,广受好评,为繁荣两地文化艺术交流,拉近两国人民间的距离,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本次舞剧《寻》的演出,在给大家带来舞蹈艺术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能让大家领略到江南地区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之美,展示江苏的人文积淀与魅力。 王江副省长欢迎大家到江苏来亲身领略江苏自然和人文的独特韵味。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萍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对王江副省长率领的演出团体来到洛杉矶表示欢迎。 他说,中国江苏和南加州在经贸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加州还有众多的江苏籍侨胞, 相信代表团来到洛杉矶已经感受到侨胞的热情。 张萍表示,《舞剧巡》以情感交流的方式拉近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距离, 他感谢代表团在洛杉矶线上演出, 也感谢主办方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为成功演出所做的工作。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馨到场祝贺,并为演出团体颁发合照。 原创《舞剧巡》是中国无锡市歌舞剧院和加拿大艺术家合作创编的舞剧, 讲述了无门画派传人苏琴和董云夫妇, 在一次写声中不慎丢失爱女苏菲。 苏菲被一对加拿大夫妇领养并在加拿大成长, 之后回到中国寻根密祖,找到真爱和亲生父母的动人故事。 舞剧既富有中国古典舞、民族舞特色, 又融入了芭蕾和现代舞元素。 两国艺术家们的表演赢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